哈喽各位旧金山湾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博森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奇妙的人生奇妙的命运 让我们一起找到生命的意义 揭开灵魂的秘密 欢迎收看今天的命运真奇妙 我是克拉拉 今天我们命运真奇妙的奇妙人物专访单元 为您邀请到的是 庆康平人体整修特种技术的创办人 也就是清卫System Foundation的Grandmaster Chin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今天要跟我们聊聊他精彩的人生故事哦 我们现在就欢迎庆老师 哈喽Grandmaster Chin你好 各位观众你们好 耶 庆老师你好 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我们节目 因为我知道你其实也在北美 待了很多年的时间对不对 所以其实尤其对我们湾区的观众朋友 其实是有特别的这种亲切的感觉对不对 感觉好像也回到家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要特别要访问您是因为其实 您可能有一些一般的你的学生也好 或是观众可能不知道特殊的一些 你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哦 因为其实告诉观众 其实这个Grandmaster Chin 他是有这种所谓的特殊的体质 对不对 小的时候就发现了 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你是怎么发现 你有这种特殊的体质的 说起来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是我的学习成绩特别好 那时候大概就是考试几乎都是美门一百了吧 到小学五六年级我还是得了一次九十九分 那时候老师他就是蛮器重我的 他就让我去带一带这个调皮的男孩子 那然后呢我就跟这些男孩子就坐下 我说哎你们考试的时候你就不能看眼睛前面的字和 好好听听那个耳朵旁边的那个voice嘛 他们说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他们以为你作弊嘛 那因为那个比较小嘛 也没有一些锁字上 都觉得哎这个眼睛前面会有字呢 耳朵旁边在考试的时候很安静嘛 都能够听到声音啊 那他们说你说这种没有啊没有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 然后我就跟几个还说起来比较要好的女生也谈到 这个问题 我说哎你们不会在考试时候看到这个答案的字啊 或者提示啊什么的 他们都说没有 所以当时我就开始比较沉默下来了 这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我说怎么别人都没有啊 然后呢 偏生旧众算是天野通跟这个天耳通吗 不知道 当时不知道 然后呢我是杭州长大的嘛 那个杭州就是西子护盘 我们家离西子护盘大概两三分钟 所以这个经常下雨就黄梅天啊 然后春天这个很美但是老是下雨 然后我经常就是坐在那个西子这个护盘 然后我们家门口和那个摇摇想太阳哥哥那个哎呀不要下雨啦 就是什么还是阳光参了好玩那什么 那然后往往就是这样子就是然后让人就这样播去了啊 然后阳光叹了就只下一片就这样 哇然后就说你这样只是心里这样想一想跟太阳公司 然后我会这样子就不然云不要就是那小嘛就是也比较天真认为这样是可以talk to的就是啊 那然后就经常这样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啊 然后我说哎要下雨我就可以叫他不下 嗯 他们相信你吗 然后当然不相信了我妈说不要瞎说啊 嗯嗯 然后同学啊或者那个什么 后来告诉爸妈妈妈他同学的爸妈他说他能够那个什么 嗯 然后那一阵子我还会强调是真的嗯 嗯 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不相信 然后这个我和太阳的沟通和那些还始终在发生的是真实的 那我就就会这个碰到这一系列事就会越来越忧郁 嗯 嗯我觉得很奇怪啊是觉得自己跟人家不太一样 嗯然后不太一样而且别人并不认可 而且甚至有些眼光也不是非常的那个就是友善 嗯就是好像有什么问题就这样子啊 嗯 但幸亏我的成绩都非常的好 我一直就是这个读书成绩都是基本上都是在前三名这样子 可是你真的是因为有很用功读书还是都是因为好像有在跟你看看 那实际上我是很用功的一个学生就是我那个嗯 自己的就是在学校里读的一些东西是不难的 所以我自学了很多很多东西 当时我记得我就是做青蛙的腿 它那个肌肉的电解的那种实验 然后到杭州市天文小组 然后又非常喜欢地理地质 然后也非常喜欢尤其喜欢古诗那些 古的那些古书里面 尤其讲到一些道文化的一些东西 那是读了很多 而且说来可能很多人仍然是会不相信 但是这是千真万确 我在七岁开始我就会读古书 就是没有人教的状况下 很艰深难懂的古书 对我们家门口有那个小人书的摊子就在旁边 然后因为那时候经济条件所限 中国的也没有很多玩具给我们玩 只能读书 只能读书 所以我就坐在那个把他们的所有的书摊我都看遍了 然后到后来我就从那时候起 我就根本就不愿意去读小人书了 因为那时候中国正式文化大革命 我那个小时候他们就不是什么反思旧啊 那个就搜书嘛 就很多的我邻居那些他们那些古书都搜出来了 街上面就是经常是红彤彤的一片 那我就捡回来因为我小嘛 对 那么一个小女孩就是把那个书打包打包的扛回来 然后在我们阳台上就发很多书 然后就如饥四渴我早晨一般都会看到五六点钟然后再去上学 所以我这样听起来你的小的时候好像是就是体质跟人家不太一样 然后是不是没有什么朋友感觉 因为没有人跟你一样 对到后来基本上就是与书作为朋友 而且看这些书很有意思 就是经常会就是有解释 有图像是栩栩如生这样子 所以使得我就是 虽然我在这个大陆的 我对着古书啊 子体字啊 然后就是没有标点符号那个书我都会读得非常的流畅 所以以至于我知道你现在自己还会写一些这种句子 全部都是这种像古书出来的这种漂亮的一些字句 什么武绝啊 七言啊这些啊 就是基本上都是就是好像下笔如有神 所以我后来是当叫做所谓大师了 这个就是教学在北大清华 然后到美国也很多年了 就基本上都是教学工作 但是我当初真的在北大清华的时候很多学生都是教授 也就是说他们说哇好像那个时候看上去还挺年轻的 他说怎么都就是出口成长 有许多些这个文言文的一些句子啊 这个和那个小时候的很多熏陶自我熏陶吧 就是或者天上师傅教的 对或者是我觉得搞不好也不是不是这一辈子才真正学到的东西 而是可能累生累世 就是好像等于说是重读啦 而不是说是一种激活 那事实上后来我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和一些开发工作 我觉得人还是有许多的一些这个software 它是等待着我们去激活的 所谓的这个software 我觉得观众可能会有点不太懂 你所谓的software就是人的这种心灵对不对 潜意识对不对 就像一种密码 就是一种储存在宇宙空间的 作为每个人的个体它特有的一种频道 不过来到这里呢 其实他这个庆大师他真正的这个求道过程呢 是在他高中之后才真的出现 不过我们要广告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还会跟庆老师聊更多 他的人生精彩故事 广告之后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拥有14年平台的衣审房 是美国首创 一直到妇女月子调理 温馨阳胎 经济调理 以及妇科手术恢复调理的 专业健康机构 传统药审医学 现代健康饮食的衣审房 位于Mountain View 拥有中央厨房自动包装系统 每日新鲜烹调 专车配送服务班区 一善访咨询订餐电话 650-938-5888 650-938-5888 忠诚地产服务班区十多年 William Chen Joyce Gore 有最好的地产及贷款服务 最具买房卖屋的丰富经验 最了解湾区的市场需求 William Chen Joyce Gore 以忠诚的服务态度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为您争取到最好的价钱 让您买房卖屋都安心 为您免费提供房屋不价 继续长分析 详情请致电 408-409-5688 408-409-5688 欢迎您有兴趣的人 去加入我们的游戏团队 FA coating 雙区都失败 precision 玩具有十一家分店 麵包每天新鲜出乳 让您吃的安心 吃的健康 全日各式糕饼与蛋糕 美味可口 是您全家人健康的首选 十一家分店遍布湾区 弯曲美味尽在生机 欢迎回到命运真奇妙的节目 我们刚刚跟庆老师聊到了 他小的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 不太一样的这种体质 不过我还要再跟庆老师聊 我知道你其实真正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你高中的时候 也是算是蛮孤僻的对不对 因为就跟书本为朋友 但是你那时候开始真正碰到 你所谓第一个老师对不对 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 对那时候就是从初中的 后面的这个初二初三开始 就越来越孤僻 就觉得就是不太有人会理解 也没有朋友真的谈得来 而他们谈的话题我倒不太感兴趣 然后我几乎是日夜都是语书 或者去参加各种就是一些 就是科学一些 我特别喜欢科学 你老人喜欢科学的东西 我非常喜欢科学 就是居里服务人的这些就是 蒙吉列夫的那个什么元素周期表在 一表零几号居然还有一个空档 他能够预测到 然后呢对一些就是这个动物的一些仿生学也非常感兴趣 所以参加大量的有这些这个他有就客外兴趣小组 好像都是天文小组对天文尤其感兴趣 就是老师待着看星星看月亮 那就是会看很长很长时间就是越看越有味道 就是很有东西觉得 但是也是对人生和生命就是想会比较多 而那时候也有几时好像那种悲伤啊 经常会这个这个所饶在自己的心间 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去找找所谓的老师来修道去去问人家为什么你会感觉不一样的东西 是这样子在中国的那个氛围 因为我是基本上是成长在于文化大革命后期 就是那时候才那个七八岁的样子嘛 就是这个六七岁吧 就是他没有这个好像些这个求死访盗 都是街上都是那个红旗招展的那个 但是我也是非常的得天夺厚 在那时候我就获得很多的书的来源 就是他们要迫事就要去烧的时候 那我呢就是小人是不想看了 就是到后来我基本上都能够读懂很深奥的句子了 那我就去剪一大包回来 就天天有的剪 那到这个胡同到那个街上都有的剪 他们在烧之前嘛 我那么小小姑娘嘛 那剪回来就是通宵的读通宵的读 然后在我的寒暑假的时候 就这样的成长起来 寒暑假我基本上会去一些就是道家的寺院啊 江浙一带嘛 一些佛家的 特别是普陀山 我当时就是整天整天就坐在大海边上 看那个这个日生这个月落啊这样子 就是老师这么坐着看了 然后好像也没有想好像也是在想浩渺生命的那种 然后那时候我就碰上了那个慧空法师 下次你的算是一个第一个师傅 那个他可能注意我好长久了 所以他也真是给我了很多的一些真传 所以俗话说这个现在只有师傅在找徒弟 这句话是真的了 对但后来我碰到了这个几位应该称之上是绝代一些高师吧 也都在非常特殊的一些因缘下面 就是你不是特意去找 没有 我好像没有特意 因为你这个我是很理性的 事实上 我在两个 一个是非常非常灵性的 有时候就是会沉浸在那个领域 但是我一方面我又是非常的去逻辑性 去理性去筛选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在一个慢慢的一个大山里面 说去找师傅对不对 这个也是这个 自己也不能说服自己可能会发生 我不去做盲目的事情 但是那个背景就是我有很好的一些条件 当时的那个国防科工委主席 这个就是张正环将军 他也非常重视我的case 因为当时我在北京就是成功地预测了一些这个大的案例 所以他就把我叫到钓鱼台 然后就是跟我就是讲了许多有关这个 这些科学实验在这个前沿的一些东西 那然后呢也让我参加了一些就是科研活动 那这些科研活动包括就是研究一些深山老林 一些爵士高人 他们从来不出山了 但是在90年代的初期 这都到了高潮 所以我有幸就是在这个从科研的角度上 被他们邀请去参加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比较有高学历的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知识那些东西 因缘很好 所以就是这样去参加了许多的一些就是这个爵士高人的一些实验啊这些 那么他们的到后来就是怎么说呢 那我们就常话讲说在他们就是讲一些语言啊或者是demonstrate就是一些这个特意现象的时候 那我都能够做现场翻译 就是我就会翻译给这些科学家们啊物理系的一些教授啊人体科学的一些这个科学家们啊就他们想表示什么 那他们的语言是什么意思 那他们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些怎样的一种关怀 就是啊因为他们有些特意功能一次发以后 他们就会出血尿其实指标的不正常啊 因为高宫是很消耗身体的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一般人不知道 就是其实你展现这些功能之后自己是很好自己的体力 很好的 所以他们一些这个血尿代白啊都会出现一些什么 那我就会在穿错于这个之间给一些提示啊或者什么 那如果说到这里的话 其实听起来好像你这一路上都蛮顺遂的对不对 我在这个方面可能那个时代背景 虽然就是说也有这个泥沙巨下的那种糟婆啊 但是那个背景也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所以几乎是没有什么逆境吗 因为我很坚持一种原则 就是我不太轻易去参加一些什么中派啊 或者就是去执着或者执着于自己的功名利路啊 这个都是我非常看的非常看淡的 就是当时我记得我当时子族学院在浙南创建的 二十多年前嘛在这个温州那边创建的 就是张振环先生等等都有亲笔提示 就像我昨天可以看到的推向全国去啊 那一说推向全国去要普及啊要怎么的 我起码就是会到深山老林去到师父这儿去 我就不太喜欢这些名利 而且我不是说不仅不喜欢我觉得这是很累赘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会这样感觉呢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就是接受这个采访我也是看了你们一些这个这个 这个YouTube的一些section啊我觉得好像符合我师父的一些理念 能够把一些这个能够启迪众生这个能够开启这个众生一些新智的一些这个 information 通过这个某些这个机缘去传递给众生 因为我们还是看到有很多众生迷茫于一些这个身体的一些疾病啊 一些衰老一些生老病死 对对对对所以也是因这个原因我想你后来会创建这个 呃所谓的这个庆康瓶的这个北美庆康瓶的这个技术 中文它就是北美庆康瓶这个特种技术 等于说是要来帮助人的这个身心灵得到一个全面的一个治愈的方法 所以我这样听起来你的人生过程真的是一步步 其实从小感觉上到一路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注定好要走这一条路的听起来真的非常有趣 不过我们现在必须要先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 还会再跟清老师再多聊一聊他的人生精彩故事 广告之后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天灾人祸不可预测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有保够了吗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刘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 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 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与知识为您提供三省服务 让您在保险上面可以省钱省时跟省麻烦 请今天就致电510-366-2657 510-366-2657 又必胜全新第二代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机震撼上市了 何佳欢BM2000内建2TB硬碟 有32000多首歌曲 80%的原生原影歌曲 高画质1080的歌曲画面 以及HDMI的高清输出 给您唱的过瘾又开心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半场机 让您听歌学歌标歌都开心 详情请下北加州总代理悠畅国际 1-866-988-2679 1-866-988-2679 各位湾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Frank Ho 才智生活杂志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财节目 湾区的生活大小事 这番经济 工作 赚钱 科技 我们节目都将为您cover 每周四晚上八点 请不要错过TVHS 红星卫视1.9台 才智生活杂志 回到命运真奇妙的节目 说到这里啊 清老师 我知道你在这辈子当中 碰到过很多所谓的爵士高人 对不对 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 你其中比较这个印象深刻的故事 是可以分享一个 那时候我在那个一个深山里面 就是因为那时候的时代背景 所以我们正在研究一些 就是这个非常高深莫测的一些 这个真实的一些 这个爵士高人的一些 这个他们的一些 技术 技术 他们的demystery 就是说 所以当时呢 我还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总项目的一个助理 那天晚上呢 就是大概是11点半左右就有敲门 然后呢 这是我白天正在辅助这个主持会议的时候的一个师父 那么他带着他的一个男徒弟他进来了 他就跟我讲 他说 他说我看中你了 他说你能不能不带你的所有的这个朋友和弟子 当时我也有些人在跟我寻 他说你一个人来我将欢迎你 那我当时也基本上就是不下思索 我说可以啊 那我说我怎么找到你 他说你到某个某个县 这个打听一下就知道我了 然后他说好我现在给你抓点药 这个给你父母吧 这个你到时候可能就没有很多时间照顾你父母了 然后他就从空中这么一抓 然后然后他就是捏成很喷香那种气香那种香 就是在我们人世间很难闻到那种香 他就搓成几个药丸 你说从空中直接抓出这个药丸 他就这样抓了 然后就是然后给我装在一个小瓶子里 然后带回去 他就意思就是你可能就是暗示了我可能有段时间这样子 然后他说我们这个是传孙不传儿的 他说你是我唯一的看中的一个女帝子 然后说完他就走了 然后这件事情就一直在我脑海里 然后就安排了这个大概两个月时间吧 我把手上的这些事都腾好了 然后就去了 那就我们就把省略掉很多的一些在现场一些经历的故事 那有一个故事令我非常的难忘 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很干燥 滴水贵如油 那有一个晚上就是人们鱼灌而来 就是到了那个小山庄 大概都晚上十一点多 那师父平时不讲话 一到了很多人 这些人都是一些比较信奉他的 那时候他就开始滔滔不绝了 他就讲了一些事 那么回答了一些事 当时在座就有问他说 那么干害师父能不能给我们求点鱼 后来师父就说可以 当然他还讲了什么克林姆灵工什么 他都知道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去了 他说是好吧 上面同意了 他还是说了一些就是人间造孽挺深的 挺求雨 这个雨干害还持久很多 但是明天下午的五点到五点半 然后第二天的五点到五点半 大家拧着很多的那个勘筒 盆啊 这个就到那个悬崖 他打了擂台 那这个五点差几分的时候 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戴着手表 那个还是那个干啊 那个太阳啊 当时我倒有点点担心啊 对对对 好如果没有实现怎么办 就是五点大概差几秒的时候 就是突然狂风起来了 然后就啪啦啪啦 就是一下子天就是黑了 哇啦哇啦哇 那个雨就是 就像那个那个瓢破大雨 就这样子 然后就是大概人们带来这个盆 都能够到装到三分之二 然后到五点半就准时停了 那时候给我的那个就是震惊 和一种这个 引力那种 哇 我觉得真是人和天体之间 真的是可以沟通 而且有些东西 背后 对我这样听起来真的是 我想我们好像这种 在这种金庸的小说 才能看到这个故事 可是却是真实的发生 真实的 如果最后 因为我们节目就要接近尾声 如果这样讲到这里的话 你会觉得说 其实像你讲的这些故事 你觉得我们人 其实有所谓的命运吗 对啊 人而事实上 它还是应该说 它是一个生命的延续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 有Software 就是我们在那个交流 私下交流的时候 它还是有些 你特有的频道里面 所储存的 你的所思所想一些东西 那么它成为一个命运的一个剥回 那你今生的所作所为 和你的这个功德心 和你的善心 和与天 这个天道合一的那个心 或者是违背了 那它就形成了一个命运的轨迹 大致上这样说吧 对所以 如果像你来说 可能是比较特殊的人生 有特殊的使命 可是我相信 就算在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 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有 他自己的命运 有他自己的使命 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电视前观众朋友 也要想想看你这辈子 什么事情会最激发你的热情 最能够帮助这个世界上的人 那就是有可能 就是你今生的使命 我希望各位观众 都能够找到今生中最重要 能够帮助世人的使命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要结束 我要谢谢这个庆老师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最重要是每一位这个有缘的观众 我同时也要 谢谢各位观众今天的观赏 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 有任何的建议的话 欢迎你写进给我 claratvhsusa.com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 我们下周六晚上9点 同一时间锁定我们 红星卫视1点9台 让我们相约在 命运真奇妙 我们下周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claratvhs 现在我就要告诉大家 本周守护你的大天使们 有没有什么悄悄话 要告诉不同星座的朋友哦 本位星座有摩羯、肩萍、舞羊跟巨蟹座 摩羯座的朋友 本周你的情绪比较容易感觉脆弱 大天使汉尼尔会协助你面对内心的黑暗面 让更多的光跟爱均入你的生命 天秤座的朋友 你很久没有好好爱惜自己身体了哦 大天使拉斐尔提醒你 本周要吃得更健康 并且规律的运动 来让自己能量满满 牡羊座的朋友 本周依旧是忙碌的一周 大天使雅列尔将会助你一倍之力 让事情进展更加胜利 巨蟹座的朋友 大天使夏米尔在本周提醒你 多花一些时间和宠物沟通 也能够得到爱的回馈哦 固定星座有 金牛、狮子、天蝎跟水瓶座 金牛座的朋友 大天使艾瑟瑞尔要提醒你 对于远方亲人的思念 藉由心灵的祷告也可以带给他们祝福哦 狮子座的朋友 大天使加百列将会协助你在本周 能以更真实却柔软的方式 对他人表达心中的想法 天蝎座的朋友 狱族的运势总算开始波云见日 大天使雅列尔将会协助你展开双倍 迎接好运的来临 水瓶座的朋友 大天使加百列要提醒你 本周适合学习新知识 并且将你所学的智慧和他人分享哦 变动星座有 双子、处女、射手跟双鱼座 双子座的朋友 大天使夏米尔将会协助你 专注在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 并且因为脚踏实地而迈向成功 处女座的朋友 本周大天使约菲尔要提醒你 走出户外学习慢活 才能细细品味并享受生命中真正的美好 这首座的朋友 本周大天使拉菲尔将会温柔地提醒你 放心地把自己的优力都交给他们 所有困难都将迎刃而解 双鱼座的朋友 本周适合生存的心灵排毒 请容许大天使约菲尔 在生活中帮你洗涤身心 和大自然有更深刻的连结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